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回对宁静却相当无语 这出公斗戏里 宁静是拿了女主剧本的人 现实里其实也一样 颜值身材在线 演技实力出众 性格还是一向最容易赢得好感的耿直 傻大姐 可是 生活总归不是电视剧 哪能一切都暗设着好的路线发展呢 这一回 在港直路线上尝到不少前头的宁静 把自己惹得一身心之后 还能再全身而退吗 我是现实宫斗的分割屑 把把心为没来得及追剧的朋友里 清理一下前情皮药 拿了女主剧本的宁静 昨天一言不合在微博拍丝 我 宁静 天生脾气暴 不好惹 谁要是在背后踩着 我这样的前辈来标榜自己 别怪我骂你 半老不老 轻狂不要face 这条微博一发 激起 尖疼呢 吃瓜纯重们 虽然对这种暗桌 说不点名道性的爆料很不爽 但是 宁静措辞继续 看起来是个不小的瓜 还是让人搓着小手 发挥八卦精神 把各种演员对号入座 猜了个遍 关键时刻 导演于正下场了 在宁静微博下留言说 姐 别生气 他踩别人 也火不了 下双观众只认假 紧接着拉下第一位女星胡静 称 况且要比也该跟胡静比 比不到您正 虽然于正秒杀了这条 但吃瓜群众们还是从他的留言中 get到了重要信息 似乎是与宁静演的校装密室有关 距离 宁静演大于儿 胡静演他身边的侍女苏莫尔 翻翻最近的剧 杜若曦和演员宽夫妻 当初演的苏莫尔传奇 正好对上了 杜若曦演的角色跟胡静当年是一样的 只是这部雷剧把天命神女 苏莫尔写成 勒多儿管了毕生真爱 大于儿反而没有了性命 可这时 胡静的演员宽出来替妻子否认了 这并不是自家的事情 四小时之后 得知自己是错瓜的余正 忠于现身 再度给宁静留言 这一回拉了霍斯燕下场 趁下次爆料要像霍斯燕当年直接爱吞皇一一样 变明道性的 不然伤己无故很不好 等一下 从头到尾拉人下场的 好像都是余正自己吧 余正给自己拿的 显然是引起攻略里的贤飞剧本啊 这次留言后又秒杀 搅动完后攻凤云之后 一副云丹风轻的模样说 关本宫时 没事 本宫的手 从头到尾都干干净净 两次留言秒杀 却依然没能猜出民进队的是谁 赤瓜群众们也累了 上场把控节奏 深奥观众 提点的余正这是再度现身 重新挑起吃瓜群众们的追剧热情 他直接爱特当事人了 据余正说 明镜那条微博 一次是在说樱桃 余正趁 明镜在网上看到了一篇 将自己和樱桃拿来对比的文章 以为这是樱桃方面发的通稿 就在微博发了脾气 余正趁 他给明镜发微信 但明镜没回 被明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知 这微博是在说杜若曦 于是在没求证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内喊杜若曦 得知实情后 余正称 已向杜若曦道歉 而整件事里最惨的烟桃 团队明明没有发通搞黑明镜 他自己本人也一句话没说 却莫名其妙被卷了借来 最后连一句正儿八经 得到借都没能收到 舆论一直发酵 宁静下午出来发微博回应 表示都怪自己不点名不到信 害得余正猜错了 然后说 我要点名到信 会减颗率大的 不会无端端把谁都带上热搜 这又是一篇难度 为中上阅读理解小短文 按宁静的说法 余正拉下场的那几个人 并不是他原来要吐槽的那几位 而至于他原本要吐槽谁呢 宁静表示 颗粒不大 我不说 叫昏水 到处拉人下水的余正 当然值得吐槽 不过吃瓜群众们甚至 这不是他第一次 自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一 不给热度祸 许才是最好的态度 余正被骂在情理之中 可这是仔细想想 宁静 也并不完全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先是不点名道姓的内涵演员 还用半老婆了 这样的词汇以年龄攻击对方 在余正一通闹把五万女明星 拉下水之后 最先飘逝的明镜却神隐 任凭于乱发酵 今天等事态平息了一点 却再度出来 打脸余正之余又开始内涵演员 颗粒不够大 喀沙适应的回应 难免让吃瓜群众绝对阴阳怪气 说好的脾气火爆等于简单了 宁静这可不像啊 我是与时俱进的分割线 在宁静和余正一起出演 只出现大半功斗志之前 吃瓜群众们对宁静的火爆脾气 还是相当宽容和友好感的 这圈子里摸爬打滚数十年 都大多早已混成了人精 可宁静似乎却还是瞎说大实话 让吃瓜群众们觉得 简单 直爽 怎么了 比如谈起抠图 他说 作为一个演员 是不能抠图的 可如果制片方给我三个亿 OK 你随便抠 谈起现在娱乐圈里演技明明很差 却人气很高的演员 宁静说 现在的演员不需要有演技 只要在生活里有演技就好了 因为粉丝是不会管你有没有演技的 宁静这样性格的人 是真人秀最迫切需要的 他只需要随便谈个话题 都能引起各种讨论 就像巴巴前文提到的这两段 都是节目里被疯狂刷屏 被吃瓜群众们大赞 哈哈哈哈 静姐哽着的片段 他也最懂 如何制造矛盾 真人秀吗 呵呵美美看什么呀 有矛盾冲突 铁才能刺激观众有收视率啊 比如有他参与的偶像来了 照丽影姐们看到宁静时说 静姐你怎么没穿礼服啊 宁静当下没说话 私下里和谢娜吐槽 的时候却说 我心想 我穿了 好像是你穿的比较土鳖 普通人私下付费对方土鳖 被对方知道后可能也会影响关系 更何况宁静作为公众人物 在摄像机镜头前说出来呢 想想看 女明星之间本就暗潮汹涌 宁静却常常成为一起涟漪 打破表面风平浪静的这颗石头 自然会让人格外印象深刻了 再加上 宁静一直在赋予自己这种所谓耿直行为更多的合理性 她在节目向吃瓜神众们强调 说自己早早成名 没有经历过艰难尚未的经过 不懂娱乐圈那一套 根本不知道说什么话会得罪人 耿直傻大解人 吃力的有理有据 闻闻当当 当然 这中间不是没有翻车过 比如女明星4X教科书案例的花哨2 播出版本里 是瓜神众们觉着宁静 虽毒蛇出口 但嘴上说不去 该做的事都做了 好感啊 结果后来未剪辑版本流出后 一直卖耿直 大胆咧咧 不做做人设的宁静 明显太知道说什么话会得罪人 般发演的微表情 小动作 暗粗粗用唇语交流的小心思 十分让人大跌眼镜 这片巴巴在老号上写过常文分析 感兴趣的朋友可百度搜索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白莲花 真是人生如戏纯靠演技啊 可观众的妄性是大的 再加上她的很多大实话 都是吃光群众想听的 所以短暂烦抽过后 宁静这一招依然理事不爽 这一次 其实跟花哨2的套路如出一辙 都是发意味深长的微博 然后让舆论发酵 花哨2是为剪辑视频流出时 宁静书成年老回 大家都够呛 这一回是暗戳戳骂对方 半老不老 颗粒不够 但这一次 宁静为什么把自己惹得一身心呢 一来 是因为这次不点名道姓 暗戳戳内喊的方式实在消磨耐性 再加上神助公鱼正在中间搅昏水 吃瓜群众我们只觉着 是在为宁静和云正即将播出 的新戏炒作罢了 另外的原因 是宁静迪斯对方的罪状之一是给年轻人树立了坏榜 但自己作为前辈 没拿出足够的理由就迪斯人 还连累多人躺枪 似乎也不是什么好榜啊 乱演技 他当然有资格去教育后辈 毕竟三十岁之前就拿了荆棘百花双料影后 还有国际A类电影集影后 曾提名金马甲 实力妥妥过硬 他美 还不是那种幼稚少女感 而是圈内难得的野性大方性感美 即使现在步入中年阶段 也依然明言不减 他有实力 现在演技依然没掉线 大秦帝国里 原生台词吊打年轻人还是无加力的 只是这几年 宁静一直在各种真人 秀与打转 交出的精致电视剧作品数量实在不多 宁静对此的解释是 电视剧消耗时间长 受众面不广 也不知道结果好坏 综艺节目则关注的人群会更多 是啊 他是个美女 是个演技派 但更重要的是 他是个聪明人 宁静是个非常聪明的演员 拍笑装面史时 大量古文 文言文台词 他根本不用背的 而是全靠理解之后 赖属于心 而总观他整个演艺生涯 宁静身上的聪明 再与此各自 欲时俱进 他说电视剧投入时间长 回报无法确定好坏 加上真人秀做的不错 所以就多参加 这或许是基于一种对风险的判断 所以选了自己觉得在这个时代里最人妥的方式 或许知道自己的耿直人设有话题 又能带来好感 所以在各种真人秀被问即使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总是要强调这一形象 年起攻略爆红之后 宁静和于正同台为他们代播的新剧作宣传 采访中宁静被问那和于正合作的感受 宁静之人不会 于正老师的戏狠狠人 哪怕演技差一点 也可以一夜之间就火了 当时这话被吃瓜群众解读 卫视在内汉无几言 可现在想想 签约于正公司的宁静 或许也是看中了于正最擅长评一个角色 一夜之间捧红一个人 宁静怒骂的微博里有这么一句 以后别说年轻人不懂规矩了 这么拜老不老的也能把年轻人带偏老 爸爸不认同以年龄去攻 即任何一个人 即使是宁静这样有言有实力的中年女演员 在国内市场面临的压力依然很大 或许 这是一向聪明的宁静选择走另一条路的原因吧 只是 真人秀里的本质大件宁静 是观众查鱼饭后口中八卦聊起的 大鱼儿宁静才是观众抱在心里珍藏的 演员 想被人聊起八卦很容易 可想被人将角色记在心里却很难 宁静这么聪明的人 小心聪明赶败聪明物啊 自己里面忍